特首选举延后 同心抗议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2月18号星期五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李久哥与您一同点关香港 先来看最新消息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今日下午6点半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 宣布引用紧急情况规律条例 香港法例第241章第二阔湖一条 制定规律将原定于2022年3月27号 举行的第六届行政长官选举日 压后至2022年5月8号举行 因此原定于2月20号开始的 行政长官选举提名期 也压后至2022年4月3号至16号 他指这次决定受香港抗议 两年以来最严峻的局面影响 为保障公共卫生和市民健康的大前提 特区政府必须集中力量应对疫情 不容有失 这也符合国家主席习近平 近日提出的指示精神 来看两条简讯 香港社会同心抗疫行动会商会 于今日下午以视频连线方式举行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 主持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 抗击疫情最宝贵的是信心 最重要的是团结 最迫切的是行动 骆惠宁提出了香港各界围绕防疫抗疫 正在或将要采取的16项举措 为抗疫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物质支持和精神激励 骆惠宁强调 行动是最好的宣言 非常知识 要有非常之策 中联办将按照中央统一部署 全力支持特区政府担当好疫情防控的主体责任 全力协助中央有关部门和地方做好远港抗疫工作 全力推动爱国爱港阵营和社会各界凝聚同心抗疫的强大力量 骆惠宁最后说 香港是我们共同的家 只要我们守望相助 同舟共济 众志成城 勇意前行 香港就一定能够打赢抗疫阻击战 政府收紧社交距离措施 限距令人数由四人收紧之两人 警方今日在社交网站以多种语言 提醒外傭遵守社交距离措施 并呼吁雇主提醒家中外傭严格遵守有关规定 警方表示将会严厉执法 在不做出警告下向违力人士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 打击违反防疫规律的行为 暴疫至今 警方一直采取不同的方式劝狱及警告市民 也特别呼吁外傭雇主提醒家中外傭 留意及遵守 与社交距离 群组聚集及佩戴口罩等相关规例 在香港疫情瀕临失控的危机关头 香港社会同心抗疫行动会商会 于今日下午通过视频连线方式举行 香港中联办主任骆惠宁主持会议并讲话 骆惠宁表示 在香港疫情爆发 抗疫形势异常严峻的紧要关头 习近平总书记对香港抗疫工作做出重要指示 提出三个一切两个确保的重大要求 充分体现了中央对香港同胞的深切关怀 对香港疫情形势的科学把握 对香港防疫抗疫的强力支持 为香港社会同心抗疫 共克时间指明了努力方向 坚定了必胜信心 汇聚了强大动力 连日来香港特区各方面响应号召 正在谋划推出一系列的举措 特首林郑和特区政府正在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 全力推进抗疫工作 立法会高校审议通过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申请 不少议员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爱国爱港政团社团 驻港中资企业等也各尽其能 亲力为抗疫提供支援服务 与此同时 中央支援香港抗疫的举措陆续由来 从香港角度看 香港能否在短时间内遏制控制疫情 关键还得看特区管制团队的决策管理能力 和全社会的防疫抗疫实际行动 绝不能做甩手掌柜 万事仰仗国家队 以松懈态度应对疫情 在昨天的节目中 我们提到中央远港增强信心 全民检测势在必行 有不少观众留言 有人说 希望尽快落实全民检测 找出所有的感染者 避免疫情继续扩散 也有人说 感谢祖国母亲 感谢内地同胞的无私奉献 以及支持和多谢点新闻 那当然 也有一位网友说 你们有没有评估 香港有多少人感染 就算找到这班人又怎么处理 有没有多的隔离设施和人手 而且他还说呀 就是得了这个新冠肺炎之后 喝多点水在家休息 就自然就会康复了 那其实现在社会上 仍然有人抱着与病毒共存的态度 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 我一直很好奇一件事 就是你们是怎么能够肯定自己是那大部分人呢 还是说到目前为止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所以站着说话不腰疼 本着对生命负责的态度都要积极抗议 本港也录得了200多宗的死亡个案 他们的家人又该有多难过 当前香港疫情形势十分严峻 在社区的各个角落 依然有大批等待检测或怀疑感染者 毕竟Omicron变种病毒无症状及轻微症状 甚至是类似感冒症状的疑似患者大量存在 这些个案在等待进一步确诊的过程中 势必会天女散花式地持续传播扩散 况且就昨日点新闻报道的疫情来看 大批初步确诊者云集各大医院急征室外 也有大批初步确诊的症状轻微的患者 不得不居家检疫隔离 加上本港极为拥挤的居住空间 都极易造成大面积大范围的社区传播 总而言之 香港的疫情防控形势依然是十分的严峻 社会各界必须打醒12分精神 严阵以待 切实做好相关工作 市民为几位人也务必约束自己 做好和做足防疫措施 社会各界此时更要真正端正两制心态 回归一国思维 站在维护国家防控稳定大局 及国家公共卫生安全 维护国家及特区社会稳定的政治高度 放弃一己思念 齐心协力 携手抗疫 要知道抗击疫情绝对是没有两制之分 只有一国之责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 民间联立法会议员陈勇表示 人间自有真情在 立法会议员严刚表示 病毒无情人有情 感谢香港广大的医务工作者 政府及社会抗疫工作人员 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付出的艰辛努力 现在到了香港各界万众一心的时刻 需要大家凝聚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携手踏平崎岖的香港精神 所谓涓涓细流 可乘江海 只要人人都能尽一份力 坚信在中央的坚定支持下 有祖国作为强大后盾 香港就一定能战胜疫情 早日实现对外通关 恢复生活和工作秩序 近日媒体陆续报道一些 展现人性光辉的抗疫故事 一群来自不同界别的人士 他们就是普普通通的香港市民 当中有不少老幼妇孺 他们觉得自己作为社会的一份子 就想为香港出一份力 于是自发组成义工队 自费买房护服 在检测站从早上站到晚上 维持现场秩序 面对疫情的大爆发 我们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防疫抗疫 正如骆惠宁主任所讲 社会各界同心抗疫 更要有实际行动 明天就是周末了 在这里也特别呼吁 在本港工作和生活的飞庸 为几位人周末谢绝聚集 政府也要推出更强硬的措施 警方加强执法 严厉打击聚集人群 同心抗疫 我们要感谢在香港抗击疫情中 默默奉献的工作人员 和市民朋友 感谢专程来港协助抗疫的 内地专家与一线的医护人员 向坚守岗位的全体医护人员 致敬致谢 只有携手抗疫 才能达至早日控疫 才能早日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生活 以上就是今天的点关香港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获取更多资讯 请关注点新闻网站 我是李久哥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